8月12日是第13个世界大象日 广东清远长龙国家级世界珍惜野生动植物种园基地 新生的非洲象宝宝小九小十两象 出生的两头象宝宝过上了他们的第一个节日 现场非洲象家族还迎来了来自故乡的朋友 津巴布委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从北京专程来看小象 眼前这个日益壮大的非洲象群 最初正式从津巴布委跨越千里而来 我们只记得20年之前 有23小鸟被移送到中国 或移送到中国 而今天他们有10多岁 所以我们肯定感到幸福 小鸟能够再生产 因为这就是指 found showing that they've well adapted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所以我们很幸福 Chimelon Group 能够保持猫 到一个程度 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金巴布韦是世界上 非洲象数量第二多的国家 由于气候变暖 人像冲突等原因 非洲象的生存环境逐年恶化 2015年7月 20多头被遗弃的非洲小象 被救护来到中国 在广州安家 从2022年开始 向二代们陆续出生 非洲象家族壮大复兴 我们最大的国家 是比利益全国 所以我们有很多资料 给猫兴兴 所以我们需要 国际社会的维护 我们没有所有资料 我们必须保持猫兴 所以我们继续需要 国际社会的维护 特别是中国 是一个很近的朋友 非洲象宝宝小石 一出生体重就达到了150公斤 是象二代中最大的小胖堆 小九体重现在也已达170公斤 当天 非洲象家族一起分享了 小象满月的喜悦 满地的新鲜水果大餐 大象们用长长的鼻子 卷起送入口中 十分享受 吃不够的大个子 还会举起鼻子 求投胃 继续对他的要求 熟视无睹的话 还会喷水来警告你 而暂时还只能喝奶的 小九小时 则寸步不离 跟在妈妈身后 融入到种群生活中 我们签地救护了23头的非洲象 当时只有三四百公斤 十年之后现在多少 三四吨还繁育了成功 繁育了食指小象 我们也经过不断的努力 攻克了环境生境的构建 突破了它的营养食料的难题 特别是精准地实现了疫病的防控 实现防控 使它的健康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根据需要 也可以我们回归到原产地 或者是到其他更需要 和保育的地方 种源基地向 津巴布韦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 赠送小九小时的角膜 这份特殊的礼物 承载了大家对象宝宝们 健康成长的祝福 也是双方身后友谊的见证 据了解 清远长龙基地的非洲象数量 已达30多头 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大的非洲象种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喜好